今天的主角B勾60 在测试完之后下雨了 那没有办法 我只能找到一个新的地方 来为大家做这一期的B勾60的讲解 那么跟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起往下看 其实B勾60的这种大尺寸 有两个还不错的优点 来我一一给大家列举一下 首先是多拉快跑 那么大尺寸也就意味着 我车里可以融下更多的成员 那么每个成员也会有更好的空间分配 我觉得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就在于进行一些长途穿越的时候 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觉得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越野 是非常好的 哪怕说我车里只是四位成员的情况下 那么我的后备箱也可以拉上更多的行李 好吃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是需要在外面进行露营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储备的食品也要比别人多 这想想还真的是不错 满眼看去 除了皮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然后包括现在大的连屏 虽然它是一块大的连屏 但是它其实是有两个功能区域的 一个分给了主驾 一个分给了副驾 那么其实副驾就可以在主驾开车的时候 它可以在车里进行一些娱乐的活动 这个位置的这个车窗调节 包括后视性调节 我真的特别喜欢 它有一种怎么说领导画 就是手搭在这 就这种感觉 再加上这个车非常开拓的一个视野 有点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而且这个头枕 它其实是有那种头等舱式的那种设计 它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喜好来进行调节的 这个还不错 而且这个范围还挺大的 超过2米8的轴距 不光是腿部肉眼可见的大 而且在这个位置功能也是非常多的 首先按摩给你安排上了 然后座椅的角度也就是可以调的 具体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你完全可以自己掌握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够的话 我把椅子放倒了 它还是一个超大的双人床 那么这些配置呢心动了吧 那我在刚刚说到了 这其实是一台很适合穿越的车 充电口两个给你安排上了 这块三项插头加点气的充电头 还有 然后这一块还有 那么246后排的空间 一共有6个充电接口 那么车内5个人 这就非常的富裕 也不用参加个什么赛丁壳的游戏 那么你充会我充会 这些都给你安排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不错 超大的后备箱也给你们安排上了 而且这一块 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这有一个锁 其实后备箱的这根锁会特别方便 那么后期如果我在这 做一些工具台的这些支架来用的话 它这个门会很牢 不会说是刮来刮去 尤其有风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这个就很安全 B-60全系不到30万的售价 你们觉得香不香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